要講話嗎? 可以 那我現在來看肩部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玉琴英雪 今天帶給大家的是 萬代去年推出的 間諜加加酒的約而佛節的可動人 這次萬代給月娥準備了我們的表情 不過,因為大家沒有買第一季的殺手服 所以我也不知道第一季有多少個表情 我們還可以看到裡面還有長髮跟短髮可以做替換 那我們也知道月娥的名場面 都是喝醉酒之後的各種不可預測的暴力行為 那萬代也很可愛的幫我們準備小酒瓶跟小酒杯 大家可以看到她在身材比例上面做得非常的還原 那我們現在來看月娥的可動性 頭部是一個球型關節 肩膀這邊也可以做360度的旋轉 那很特別的是這邊也有做一個小開口 那這邊的二頭肌也可以做旋轉 那這邊的二頭肌也可以做旋轉 那手臂這邊也可以摺超過90度 然後這邊有做一個很漂亮的過渡 給各位看一下她背後的造型 那這邊有一個小細節啊 就是她這邊裙子有做一個開口 所以她腿部就可以踢得比較多 但是往前啊她的可動性就比較小一點 那這邊膝蓋啊也可以玩超過90度 那這邊小孩也有很好的可動性 腳尖也可以動喔 真的很可愛 這個月娥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替換手型 透過這個替換手型呢 可以讓月娥跟阿尼亞牽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要來替換月娥腰部的零件 那我們直接從胸部這邊拔開 把原本的裙子換掉 那我們準備更換這裡面的部件 那我們要注意一下裡面有一個防呆的缺口 完成 完成 那我們現在來換成長頭髮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拆的話要先從瀏海開始拆 然後接下來是後面 碰到的時候 OK 沒有辦法提到 OK 那一樣溜下去再開 那我們的開箱就做到這邊 那最後我們就用月娥的長髮板 跟大家說掰掰 拜拜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跟我说 这种球冠 你在转的时候